我們要不要換個地方 是他 你說的那個 往生的他 為什麼一定要我騎機車 載你來淡水 為什麼一定要我騎機車 載你來淡水 是沒聽到是不是 為什麼一定要我騎機車 載你來淡水 是 說話啊 你又不理我 為什麼一定要我騎機車 帶你來淡水 你現在可以跟我說了吧 為什麼一定要我騎機車 載你來淡水 算了 新衣服 說嗎 那時候我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他 他能帶我到淡水和看夕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像受詛咒一樣 每次到了關渡大橋 就一定要折返回去 只有一次最遠到燈回大道路口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就暴胎 你怎麼知道 而且還暴兩胎 你怎麼這麼曬啊 我也覺得 反正很奇怪 反正很奇怪 天氣好的時候看不到是一樣的 天氣不好我更看不到 然後 莫名其妙 他就在我心目中消失了 他往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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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是咧 反正就沒有聯絡了吧 他往生啊 繼續啊 然後 分手之後 我就想了很久 我們分手的原因 想到一個可能 就是那天 他在路人吵架 快要打起來 我就很本能的 為了要救他 用過箭摔 把對方摔到地上 哦 我知道 就像摔我那樣嘛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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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 應該是覺得我很粗辱 可是 就算他覺得你再粗辱 也是為了救他啊 一個男生 是不是覺得被女生保護很丟臉 是 那就對了啊 男生都是想保護女生的嘛 天天 我不需要人家保護 所以就被放棄了 總經理 雖然 你不是我男朋友 可是 能和你坐在淡水樓邊 像男女朋友一樣 吹吹風 看那個無緣的夕陽 讓我覺得自己像正常女孩子一樣 讓我覺得自己像正常女孩子一樣 謝謝 真的謝謝你 你幹嘛那麼悲情啊 你幹嘛那麼悲情啊 你哪來了那麼多氛圍啊 你這麼喜歡看夕陽 我請個攝影師把它拍起來讓你帶回家看個夠啊 那可以擺在你辦公室那個大大的隱屋嗎 可以啊 沒有人的時候就可以 謝謝 那個 那個 上次我把你的照片上傳到電腦上面 那件事情 你現在對我的感覺有沒有好一點 有啦 好很多啦 我原諒你 百分之五十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怎么了 约三木头人啊 来跟他老同学啊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拍吗 好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啊 是他 你说的那个往生的他 是他 我也认出来了 走啦 你不要这样啦 你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了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了 就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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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